第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來到100好唱會 今天繼續有我Chloe主治耀 同同我們的校長Patrick 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我們 Bang界的高手 Anson來彈吉他 一起玩一玩 最重要的是我們今天的嘉賓 重量級 加斯洛Louise 各位你好 大家好,Chloe你好 你好,Louie,很開心請到你來 多謝你邀請我 知道你接下來開演唱會 很緊張,50周年 你做同一個行業,半世紀 都是幾世事件 你是不是三歲開始做的? 我才兩歲 三歲半年 我真的告訴你,我猜不到 因為當時我媽媽看死了 你當時我會和TVB簽合約 當歌手和藝人 我媽媽都說,不會長久的工作 兒子,不如乖乖地 生生寫寫寫的,跟姐夫進去寫字樓做事 我媽媽,但我不喜歡寫字樓的工作 你想想媽媽,我進了姐夫公司 九點鐘坐在好公司 我就馬上拿我錶 看看多少時要放工 我是那麼不喜歡這一份工作 我怎麼可能會做得好和做得久 媽媽說你暫時沒有工作也要做 當時我還沒有工作 說到參加星報之夜、獲獎 今兩天找我拍攝《少年十二十時》 開始演藝界的工作 一做就做了50年 現在50年後 我一定要做些事來慶祝 所以我決定今年在10月9日 搞一個假斯洛的 Happy Together In Concert 和大家的粉絲和朋友 大家開心一晚 很棒 真的很難得 50年 在一個工作中50年 真的很難 當時我爸爸工作 30年退休 已經在說 我流著這間公司的血 50年 很難得 最重要是享受 你做什麼工作 不要管是唱歌、演戲、寫字 什麼 你喜歡的事情 你不會覺得辛苦和時間很難過 我覺得很好 當然 這50年後 輝煌得非常好 做得非常 不是有高有低 這是我承認的 但我覺得做任何一件事 怎會沒有低沒有高 最重要是當你低的時候 你自己一定要找方法 爬上來 不要氣餒 這是很重要的 我經常跟朋友說 不要氣餒 小小事情 不可以 做學生者 不可以這樣 要發粉圖強 如此類 所以我覺得是應該的 但當你低的時候 不要氣餒 一定有方法爬上來 我在這50年裡 都基於這個態度 去面對 當我跌下來的時候 如何上來 所以一直做到50年左右 即是50年都可以 很好 其實今次的50年演唱會 有什麼準備了給大家 當然是多歌 我想你那個時候還沒出生 我入行的時候 我就以唱英文歌為主 很多很多英文歌 今次我想 不如我拿回這個 做主題 唱七八十年代的舊英文歌 因為現在喜歡我的粉絲 媽咪爹地 但我相信他們 都想和這個偶像集體回憶一下 所以他們一定會 希望我會唱那些歌 所以我就說 好 就用這個 做我的主題 所以那一晚 你應該 和我年紀相似的朋友 每個都已熟能牆 對 所以我已經買了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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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你的主題 叫做Happy Together 我們今天送這首歌給大家 OK 1 2 3 4 1 3 4 5 6 5 5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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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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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 8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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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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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歌手唱錯了的話,他們都可以去拿出來 這兩位樂壇的歌手都真是高手 我們兩個大師已經比我訓練得很厲害 因為我習慣沒有網館,經常都自出自入 然後又吞必滅巴 突然又不知道跳到哪裏,但他們永遠都追到我 我覺得是好玩的,這些是很好玩的 所以如果唱MMO就不行了 MMO一跳就很大件事了 那就沒辦法了,那死就死了 我想說一下,原來Anson很久之前已經認識Louis 我認識Anson已經有幾十年了 我記得那次我們在哪裏 哪個場地 我也不記得 一個Concert 應該是 我知道,九展 九展小的戲院 我們是在做的 那個是我入行,應該說是我第一個Concert 我記得那次都很開心 因為那個人不是買票的 是叫做Buy Invitation Only 就是只要邀請你,你才可以來看 我有一點天秤座的人很煩 樣東西都要好看,又要漂亮 再加上我有一點上海人的血統 你知道上海人很喜歡招呼別人 搞東西都好 即是說除了你有一個免費看的Concert之外 也有一個免費餐吃的之後 我們會搞什麼呢 即是看完Show之後 每個人都出去的Venue 是鋪小的Buffet 是的,Buffet 那次真的搞得很好玩 又看戲又疼愛又很開心 對呀,我開心 但那些贊助員就不是太開心 因為要花很多錢去做這件事 這麼聰明 有這樣的Show 那時候Anson在演出上唱 他是去做我其中一個嘉賓 他們幫我做A Cappella 但我差點忘記是哪一首歌 但那首歌很好聽 他記得好像有一個Stand by Me 很像但我都不確定 我不太記得是Stand by Me 但我又好像覺得不是Stand by Me 但無論如何 總之我們試過有一次 我們有幾位朋友 就是年輕有位 大家都很年輕有位 那時候Anson還很年輕 一起唱 一起唱是非常開心 其實我那個年紀 剛剛叫做入行 其實我主要都是做音樂 其實哪有機會跟到Louis學一 很幸運 剛巧有一個錄音室的老闆娘 對我們都很好 給我機會 才可以跟Louis一起玩 唱一首歌 但很開心 因為當時來說 我們都不是很認真 我們很認真 我們好像挺勤奈的 一個星期都聽了兩次 聽到那首歌一定很完美 當然他們也有要求 我喜歡的人也有要求 所以我覺得那首歌的表演 是非常有水準 很出色 當然了 Anson也是我們音樂界 是Bandsound裡面的元老 其中一個 元老和元老 我當時很年輕 你現在也很年輕 可以的 好笑 因為今天在我接Louis進來的時候 我告訴他 我們稍後有個結他手朋友 他說之前也跟你彈過表演 然後一進來就覺得 嗯 你也挺幸福 這個樣子 Anson 幸福了不少 我是很幸福的 沒有辦法 新婚 很快樂 說一下我和Louis 我和Louis怎麼認識 應該是一個演唱會搞手的老闆 是一個他媽媽的大壽 大壽 有很多演藝界的好朋友 來喝那一餐 剛巧我坐過桌子 就有你在 我們藝人也在 我記得有你 有KJ 有Anne 向海南 還有Debbie 蔣家瑩 我忘記王翼 好像在 那時候就聊天 你知道我很容易認識朋友 我意思是 因為我多話說 所以坐在你們隔壁 你們是很好談的 又喜歡說話 講一下 越講越 很默契 好有默契 結果吃完那餐飯 就不是say goodbye 我們約賣 不如我們去吃榴槤Tea Set 其中一件事 怎麼令我們這麼close 原來大家都喜歡吃榴槤 所以我們覺得 不如我們下星期 訂一個桌子 我們大家去吃榴槤 所以再加上 那一次我們吃完榴槤的套餐 之後 我們更close 開始就變成好朋友 對 然後我們長期都在一個 WhatsApp Group裡面 偶爾會聚一次 嗯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們去黃翼 的那個 整個 網台節目 開始接受訂購啦 你除了可以親身到上環D100專門店之外 還可以去銀行入數 又或者透過櫃圓機 過數都可以 還可以登入D100網站 D100.NET訂購 想即時過數 用轉數快便更加方便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沒有不明白 可以打給D100網台專線 電話22971825 22971825